这烟绸着就要过年了 沐浴宵月在这儿跟大家摆个遭念 回归正常模式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北半球冻成了狗 想不想来南半球来一场热烈的旅行呀 现在南半球正好是夏天 这一期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在旅行中拍出好看的照片 以及在旅行中适合带什么样的相机 欢迎收看本期的采访 我是海风摄影杂志 我是摄影师沐浴小月 让我们边走边说吧 其实旅拍对于非专业摄影师来说 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 大部分人的假期都是行程短 安排紧 女朋友还要拍美美的照片 说到拍美美的照片 女朋友光起床化妆就得两个小时 等出门的时候早就错过了最佳的拍摄光线 而且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 溜达一天也是挺心累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能既开心的旅游 又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说到旅拍 只要你不是请专业的摄影师来帮你拍照 而是自己花钱旅游来拍照留念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享受旅程 不能因为拍出好看的照片一味的赶时间赶景点 这样即使你留下了不错的照片 但是行程痛苦无比 这样你回忆起来也不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 说到享受旅程 既然现在已经12点了 我们最终 我们 考好了没有 我们先来吃澳洲国宴 BBQ 熟了 就是对你的最低要求 我们今天烧烤的地方是 这种澳洲公园里头随处可见的烧烤台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我们烧烤完了之后 要把它们清理干净 做一个文明的游客 好难猜啊 再回来一点点 我们在到一个地方旅行之前 一定要先看好当地的天气状况 以做好万全的准备 但是墨尔本的天气实在是令人难以折磨 我们头一天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是多云 今早出门的时候就变成了阴影 今天我们一开始还在担心到海边 会不会是那种没有阳光很阴郁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背了两种衣服 一种是白色的浅色的 能够拍出那种比较忧郁啊 或者是比较安静的感觉 然后另一套就是比较偏明亮的 但是我们到了目的地却发现 一片云都没有 晴空万里 然后我们就立马让模特换上了这一套 很夏天感觉的衣服 上上上上上 然后红色格子小背心加蓝色的牛仔裤 做一个颜色的对比 然后还带了一个红色的西瓜游泳圈 网红游泳圈 再加上草帽 就非常有夏天的感觉 转一圈 鱼拍不等于好看的游客照 每个女生都想在旅途过程中记录下最真实最自然最开心的自己 所以我们在寻找有当地特色的场景的同时 还需要善于捕捉人物的情绪 但是呢你又不能期望每张照片都很完美 毕竟旅行的过程中玩乐最重要 而且嘛不留点遗憾怎么说服自己下一次再来一趟呢 但是如果你想拍出比较有趣味的照片 你可以尝试不同的景别 比如说拍全身照半身照 然后再来点脸部眼部手部的特写 这样凑个九宫格还是没问题的 在摄影器材的选择方面 建议大家不要太纠结 出门旅行玩最重要 带太多镜头反而纠结 不知道该用哪一只镜头拍好 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一只镜头 让我选的话我就选35的这一只 既可拍风景又可拍人像 其他的理由庆请大家一步 我们上一期 前一期 之前有一期测评35镜头的视频 第一只镜头选什么 这一期我被富士XD3深深地种草了 我们工作室富士XD3的长期测评 敬请大家期待 听说有的男朋友 听说有的男生 买了新的相机和镜头才知道 带女朋友出去旅游 这是丧心病狂 你们不该这样做 出去旅游不是去做镜头的测试 听明白了没有 虽然说无摄影不旅行 但是怎么把摄影和旅行平衡起来是一个玄学问题 希望大家既能玩的开心又能拍出好的照片 感谢这一期的模特 Kumi小朋友 我崩了 你崩什么 我又收了一房 我又收了一房一太太 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彩风摄影杂志 我是摄影师沐浩小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都烤脆了 好香 很香 好香 哦 呼